朋友们好我是小蜜蜂 昨天晚上我就在老君山脚下休息露营了一晚 因为昨天来到这个地方已经不是很早了嘛 我了解了一下这个坐所到上下山的这个时间 可能最晚到30点钟我就没有 昨天我就没有登山 今天一早打算起来去登山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 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可能是才会晴天 一直都是阴天 有很多网友告诉我老君山真的很冷 一定要多穿点 最好是穿羽绒服上山 我还不信呢 朋友们看看这个车内和车外这个温差比较大 看看这个 这水汽 看看吧 上了一层这个雾气 老君山 先去洗个树 昨天下午我在这溜达了一圈 这是一个书院 上面是一个博物馆 全都是矿石 上面是一个石碑 写的是国家浮牛山地质公园 这边就是一个卵川博物馆 朋友们啊洗完脸我就更冷了 我把我的棉服脱下去了 然后把我的羽绒服造出来穿上了 幸亏我上次往家里游东西的时候 我没把我羽绒服也游走 这个山区果然不一样太冷了 反正我想在车里头煮个煮一碗方便面吃的 我看到这个停车场对面有一个豆腐汤 我想去喝碗汤太冷了 就是不知道这种景区里面的这个这个东西会不会很贵啊 养生豆腐汤十块 饼丝一块 手抓饼三块 丸子一元四个 安全弹一元三个 哦还可以 老板我要一碗豆腐汤 一个手抓饼 这边的豆腐我还没有吃过 但是这个这一大碗 也只饿了这么大一碗 你看我给他块手抓饼他都不吃 挑食 你坐下 坐下 坐下 坐下也没有好吃的 这样 你看 太调食了 现在时间还早啊 我上这个博物馆门口转一圈 不知道这个博物馆需不需要单独买票 这是一块天然的水云沙29吨重 这种矿石就是比较沉的 这些矿石应该都是鸾川本地的一些稀有矿石 屋 这个是什么一个金子旁加个木 这是什么矿石不知道 银石 也是一种矿石 但是有点像 有点像翡翠 这个银石 这也是铁 铁矿石 在我们老家本地有很多 昆仑玉 哇 昆仑玉 摸一下 昆仑玉 这个铁石和其他的这个矿石就是不一样 铁石摸上去那手感特滑 特别是润 其他的时候就拉手 你好 我想问一下这个需要单独购票吗 对 这个是在哪买就在公众号上买 公众号上也可以 多少钱一个人 一个人20 一个人20块钱 对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中间那个是什么矿石 一个金 一个金子旁加个木 那个 金子旁加个木 一个是木矿嘛 就是一个金加个眼木的木 叫 对对对 木 就叫木 木矿石 对对 我不认识那个字 谢谢啊 20块钱 穿好小鞋套 看一眼 进来我就看到这两块石头了 这是什么 一元玉 新增玉种 漂亮 还有这个 这个可是很漂亮 迎石球 迎石就是外边看那个迎石 叶明珠 哦 迎石就是民间层的叶明珠 平时看电视剧只知道叶明珠 叶明珠居然是迎石 你看不来不长见识吧 看看这个是什么 墨玉 对 嗯 哇 好大一块墨玉 墨玉 这是一个巨大的根雕 老子 朋友们提到这个老君山 就不得不提这个扶牛山 肯定大家也有所了解 嗯 我对地质是不怎么了解的 应该是完全不了解啊 但是我也听说过这个扶牛山 老君山呢 就是这个扶牛山脉的主峰 地质科普厅 哇 这个大地球好漂亮啊 扶牛山就是秦岭延伸到河南的一条重要山脉 朋友们我看到了一张照片啊 这张照片我虽然说的不是不能够说的太专业 地窍运动什么的应该是一窍不同 但是我前两天刚刚关注了一个百万大主播 我是被他的一条视频吸引 正巧我来到了这个老君山 然后也看到了这个地球地窍的变化 我才想起来要看一下这个博物馆 我现在来到了这个恐龙化食展区 哎 你好 这个恐龙这个这是真的吗 这个骨架是真的 哇塞 这是什么龙 霸王龙 我的妈耶 看看吧 这个是曾经的世界霸主 霸王龙 地球的主宰了 这是真的 是他的真正的骨架 我的妈呀 他的一个脚就改伤我大了 太帅了 恐龙蛋化石 哇这个这么多啊 这全都是恐龙蛋 会不会会活一下 活过来 朋友们 鸾川作为恐龙的故乡 最后一年 距今25亿年到10亿年间的全球性超大陆事件 就在这里发生 距今4亿年前后的古大陆板块和大洋板块 在这里促冲 2.4亿年左右的大陆造山运动 使之成为世界无极 距今1.4亿年的山链运动 造就了地球的霸竹 蓝色银石晶体 像玻璃一样 方解石晶醋 这个石膏晶体 我的天哪 好像鱼鳞片 这是一大块水晶晶体 这一大块是方解石与水晶共生 这边这些都是一些玉石 黄蜡玉 好漂亮 一元玉 这是一个新的玉种 落河玉 冰青玉结 落河玉 荷花石 真的很像荷花 这真的是中国一角 荷花石 天然的石头 太漂亮了 中国卵川 我这就属于看热闹的角度去给朋友们展现我所看到的东西 因为我和我父亲在家里的时候 因为养蜂嘛 没有啥事的时候就愿意上山 我俩喜欢去抠点石头啊 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家属于松花石之乡 也是因为这个地质的不同 有一些漂亮的松花石 现在就是用来作为观景石 今天我有这个机会 上蓝川来看一看不同的地质 蓝川地质 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我爸来看一看 他很喜欢这些石头 让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 让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 蓝川地贸 哎 我看到了 老君山 不想反光 我看到了老君山的金顶 在这里 这是索道 在这里 这个应该是中天门了吧 这是索道 哈哈